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谈第一个问题 煎药法 在煎药法里有五个内容 第一 煎药用具 一般以陶瓷器皿 砂锅为好 现代有用不锈钢 玻璃器皿的 但铜 铁 铝的器皿不可容易煎药 一句话 凡是不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的材质 所制成的器具都可以用来煎药 反之容易发生反应的不可以煎药 第二 煎药用水 一句话 凡是能够用于饮用的水 都可以用来煎药 以洁净 新鲜 无杂质为原则 比如自来水 蒸馏水 深井水等都可以 注意的是 现在一般的地表水 河水 浅井水被污染了 不能用于内浮的煎药 第三 加水量 我们可以根据药量 质地 以及煎药时间而定 一般情况下 以高处饮片三到五公分为以 一般每剂药煎煮二到三次 第一间 加水量 适当多一些 因为药材会吸收水分 若加水量少 会导致最后 余下的药液很少 第二间 第三间 加水可略少一些 每次煎煮所得的药量 在一百五十毫升左右最好 第四 煎药的火候 就是无火和纹火的区别 急火 大火叫做无火 慢火 小火叫做纹火 一般先用无火煮沸 再改为纹火 有时候需要根据药物的杏味特点 所需要煎煮时间来灼定火候 比如截表剂和卸下剂 煎煮时间一短 用无火 加水量一少 补一剂 煎煮时间一长 用纹火 加水量一稍多 注意 只要是药物被煎煮糊锅了 这个药禁止使用 必须弃止不用 第五 煎药方法 煎药前 先将药物浸泡20至30分钟 后再煎煮 不可用高于60度以上的水 浸泡 这一部分内容 主要掌握特殊煎法 掌握特殊煎法的种类和代表药物 第一 是仙煎 仙煎的药物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矿石 戒壳 骨骼类 质地坚硬的 有效成分难以煎出的 如牡蛎 生石膏 带着石 水牛角等 一般要打碎 先煎三十分钟左右 水牛角如果是片 撕 需要先煎三个小时 二 是有毒药物 主要是针对生父子 生物统解毒而设的 要先煎四十分钟至两个小时 目的是为了解毒 最好是以口肠 无麻感为毒 第二 是后下 后下也有两种情况 一是 药物的气味方向 有效成分容易散发 导致疗效降低的药物 比如薄荷 白豆蔻 杀仁等 一般后下煎煮五至八分钟 二 酒煎之后容易导致有效成分被破坏的 如沟藤 生代化 如果生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卸下通便的话 那么也要后下 第三 是包煎 包煎的情况有三种 一 是对于那些含有绒毛的药材 这些绒毛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会悬浮在药液之中 口服的时候容易粘附在烟壁 刺激咽喉 产生恶心 呕吐或咳嗽等 这些药物 这些药物有包煎 如悬浮花 心仪 二 是粉末状或浴水后变得粘稠的药物 它们很容易导致药液浑浊 不易滤出 或在煎煮的过程当中容易沉底糊锅 比如海金沙 华石 蒲黄 五菱子等 第三 是指细小的种子或者颗粒 在煎煮的过程中也会导致不易滤出 如车煎子 亭粒子 这些药物可先用纱布或者五纺布 包好后再与其他药物同煎 第四 单煎 单煎又叫令盾 主要是针对贵重药品 它们的经济价值高 用量小 与其他药材共同煎煮会导致损耗增加 因利用器皿煎煮后或单独服用 或与其他药材的药液共同口服 如鹿蓉 鳞羊角 人参 尤其是野三参 第五 洋化 这里面也有几种情况 一是针对胶类的药物 如鹿椒 鹿椒 鹿角椒 龟板椒 鳖夹椒 二 是质地粘稠的蜂蜜 液糖 因为它们容易粘服在其他药材上 导致实际用量下降 所以要单用器皿用煎好的药汁或热开水慢慢融化 也可以用纹火边加热边搅拌直至完全融化 最后一个 冲服 对于贵重药品用量较轻的 鹿层细分冲服 如色香 牛黄和琥珀 对于那些高温容易被破坏 有效成分的也只能做成散剂冲服 如雷丸 货草芽 那些有效成分难融于水的 如珠沙 还有液体药物 如竹粒汁 酱汁 藕汁 仙帝黄汁等也需充服 还有 根据病情的需要为了提高疗效 也常研制成散剂充服 比如紫雪的山漆 花蕊石 白鸡 雪鱼碳 棕铝碳等等 西风紫禁的蜀公 泉蝎 江蝉 地龙等 自酸止痛的乌椎骨 瓦伦子 海格科 盐护索等 还有 易溶于水的无机盐 如芒霄 以上是传统强调的六大类特殊肩服法 近年来又新增加了两种 第七种 菊服 又叫泡服或者泡水服 对于那些有效成分容易泡出的 或者酒煎煮降低药效的药物 如葬红花 胖大海 番茄叶等都可以泡服 第八 煎汤带水 有的药物为了防止与其他药物同煎 使药液浑浊难以服用 以先煎后取其上清液 带水再煎煮其他药物 如造新土 有些药物质地氢 用量大 体积大 吸水量大 如玉米须 丝瓜落 金鲜草等 也可以煎汤带水 以上是常见的八种特殊煎药法 其中的分类以及代表药物 希望你们能够掌握 在临床中有些方法是可以变通的 比如我在临床中使用深晒参或西洋参食 让患者用保温杯 用滚开水冲泡一夜后 次日代茶饮 当然 无论怎么变通 总以减少毒性 增加有效成分的溶出 保证疗效 方便患者为前提